《溯喉》 溯喉的朋友今年恭喜你 本身有很多吉星、太陽星、天月星 亦都紅聯星 我們溯喉的朋友今年真是馬屁的特性 到處走到處跳 本身很活躍 為何很活躍有紅聯星 紅聯星代表結婚特別多桃花 如果未拍拖 今年外出現多些約會 很容易新的感情出現 未結婚絕對要小心 因為今年又正桃花又偏桃花 陷入三個感情關係便會煩 但未結婚絕對是恭喜你 多點外出 不要經常黏在房間 今年桃花本身特別旺 亦有一顆叫太陽星 太陽星亦代表陽氣過性 亦代表多動性 只要你今年多些動動 亦都會好些 太陽星代表今年很陽光化 亦有很多長輩會幫助你 這個長輩帶有何特性 就是男性的長輩 即是女性更加好 為何 原來有個男性長輩幫助你 隨時是你的桃花 至於空星方面 有顆叫紅驗星 有顆叫劫殺星 紅驗星亦都代表編桃花星 剛才提及過 如果你今年旺結婚 可以有紅聯星 加上紅驗星便可以結婚 但如果你是結婚 絕對要小心點 如果你身邊的朋友 亦都這麼巧是猩猩 或者你女朋友 男朋友猩猩 你老公 你太太 都猩猩 怎樣去化解 經常多些 跟他一起去旅行 便會好些 我會化解這些 頭花的問題 至於劫殺星 便容易劫財 因為劫財 容易有人問他 他借錢沒有回頭 其實今年 因為太多運動 認識很多新朋友 便容易有些新朋友問他借錢 只要不要借 送給他便算了 不要當借錢給別人 其實便不會減低運氣